搞不懂 聽不懂 看不懂 有什麼不同 露露 有一點代工 這個露先生 怎麼 怎麼了 他很善良啊 問你一個人有沒有彩虹 你很善良 他還有舊嗎 這個孩子 學校裡面最屌的rapper 也是大家是在第一季爆紅的 最年輕選手 我最年輕的選手 而且那個時候還被踢到獎 稱讚說有冠軍校 而且他也非常擅長free style 如果不信的話 憲哥可以原來被我看到 各位 非常的歡迎 這一位叫做青蛙的朋友 帶來參加80 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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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不懂 Let's go 十個人 五個youtuber 三river 兩個炮 Uber 外頭的車禍 十二八九 又是Pokem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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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傳說的Ricky Roar 逃進原宇宙 比特比卻上了外帶空 這年在人邊的店 都能放網路上來賣 只需要修圖玩地點 像面具天天都能換 本事都能買 如果大家去一直來著 年代變化變態快 我找不到我的Wi-Fi 年輕人不想要努力 想講話題又沒靈感 想放假 老師對不起 我在上課 但都是一起的問題 戴上VR 眼睛 懲罰了APEX 左手畫抖音 右手看Netflix 在家考試測驗 一邊看閨面 卸上畢業典禮 全是陌生的風險 零零吼 我說你搞不懂 聽不懂 看不懂 有什麼不同 露露 有一點代溝 Yes sir 你到了80後90後00後 我說你搞不懂 聽不懂 看不懂 沒什麼不同 有一點代溝 Masonite 青蛙 青蛙 你就是傳說中的青蛙 終於見到你本人了 人氣王 青蛙 他是有創作是嗎 有 他是大西蛙時代 第一季最紅的選手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你是最紅的選手 為什麼叫青蛙呢 長得帥帥的 以前 不知道為什麼去了 錯 跟高大哥會有關係嗎 青蛙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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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感覺 並不太差 一句話我問你好不好 好 在那裡有遇到露西派嗎 第二季有 他第二季 你第二季有在回去 我第二季有在回去 你回去有看到露西派 覺得這個王吧 這個無八蛋 這個露先生 他怎麼了 他很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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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白了 我再問你一個人有沒有才華 露西派很善良 我跟他相處過 他有跟我聊個天 然後他給我滿多建議的 所以他很善良 你的交流 交流 對 聊天 你說音樂上的交流嗎 難道是在信義區的交流 沒有 沒有 這樣啦 在路邊的交流 所以他OK嗎 他的音樂可以嗎 他的音樂很讚 只是我 就是不是我平常會聽的 那為什麼那麼快就被刷下來 你說我嗎 他 他 他還有救嗎 這個還是 他有救 所以你意思說他現在是屬於 什麼回答 不太好的狀態 他一直都很好吧 他只 我覺得壓力很大 你一直在挖坑給青蛙跳對不對 青蛙 青蛙不是說他叫青蛙他就要跳 對啊 跟你講話 喉嚨一直揚起來 那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 我也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 青蛙今年他才 他才要升高三是嗎 是 你才高三 你還沒18歲 他第一季的時候才國中 真的啊 年紀這麼小 這樣子我對你刮目相看 他很厲害 原先以為就是Rapper 現在唱Rapper太多了 對不對 很多 然後這個主題內容上面 很難跳脫出來 音樂永遠都 這是什麼主題 查到有三段 Rapper Rapper 他就是一言以蔽之 就是會這樣子 對 但是因為他在第一季很特別 是因為 所有人年紀都很大 然後他是國中生 然後他寫的主題 譬如說有期末考 各種大小考寫在裡面 所以就特別突出很清新 雖然說很早就會被刷掉 可是立刻就有點簽了 對 怎麼會選中 這個比較重要好不好 選中音樂呢 我國中 國小的時候 國小的時候那時候 那個Free Style Battle 就是Z10RBL 那個熊仔跟韋德他們那邊 他們battle 你處理跟他們battle 你國中就 YouTube 用龍 不是啦 他們算修 真的啊 美國 他們是饒舌 因為饒舌這文化 只有美國是有的 對不對 以台灣來講 是沒有這個文化 是 了解嗎 是 認同吧 都是笨認同 然後就要diss我 說怎麼 不是這樣 我講的是文化面 跟現實面 因為美國才有黑人 應該說台灣的文化 沒有到那麼普及 就是大家沒有辦法去認知這個東西 沒有 內容上的不夠久 對 然後以前這個set loop 那年代的一二三四小 那年代的一二三四小 青蛙 set loop 有 出現青蛙物 他懂 現在四個人當中 所以我們兩個是互懂的 對 沒有喔 我覺得青蛙是 青蛙很想過來我們這邊 所以你看這個set loop 然後開始發表一個內心世界 對這個政治或什麼的不滿 那台灣沒有這一段 你們要寫什麼 對父母的不滿 對 青蛙你主要的主題都是在寫什麼 你寫什麼 主要的主題 因為我現在是學生 我的生活圈就是在學校 然後跟一些人的互動什麼的 但是那些人都沒有太 就是也沒有到初社會那麼 對 那麼深刻 但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表達的方式 結果我們可能是用唱的 可是他們是用唸的 說唱嘛 所以不一定要表達憤恨 唸的內容反而要很多 因為它的句子很多 很密 對 所以我想說它的題材很特別 寫一些期末考這種 就會覺得特別跳出來 所以不一定要憤怒嘛 也可以是一種生活的書法 OK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成一種 音樂型態 而不是一種 文化型態 Yes 這樣我就可以接受 你的名字 OK Yes 對 目前有經紀公司了嗎 有 唱片公司 有 有 真的是一淘汰就被簽 應該不是說一淘汰就被簽 應該是說 然後裡面的一個選手 就開了一家 唱片公司 然後我跟他滿好的 我買一家歌 我跟買一家歌滿好的 OK 乾脆 就給買一家就弄這樣 對啊 現在嘻哈的唱片 大賣的還有很多 而且今年金曲獎 其實有好多 一半以上都是嘻哈歌手 真的 對 所以變成主流了 怎麼樣 這個就加油了 好不好 我們也希望看到欣睿 能夠進場來 好不好 加油… 再次謝謝青蛙 謝謝青蛙 好的 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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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